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简直太气愤了 别人打自己,自己不能还手 就因为自己最后还了一手 自己居然最后被刑事拘留了 你说这个事,邪门不邪门呢?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1年6月21日的时候 当时是在河南周口市码头镇洋庄小学的这么一件事情 当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一名罪汉彭建峰也是驾车闯入这个校园 由于这个彭建峰还是一个27岁的一个年轻大小伙 而这个学校的看门大爷 已经是一个超过70岁的这么一个老人了 所以说呢,这个看门大爷当时是没有能够成功阻止 这个彭建峰的一个闯入学校的这么一个行为 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是对这个彭建峰做那么一个简短的介绍 彭建峰他自己有一个妻子就在这个洋庄小学里面呢 进行任教,自己呢也是这个本镇的那么一个居民 彭建峰闯入这个学校以后啊,也是就对学校里那种学生 就说那个嬉笑啊,打闹这种行为 就进行了那么一个辱骂行为 这时候那个开门大爷呢,也把这个情况很快就告知了这个学校相关的领导 学校的校长王海峰很快呢,也赶到了这个现场 当这个校长王海峰赶到这个彭建峰锁在地的时候呢 这个彭建峰的这个情绪啊,还是非常激动的 而且呢,数次对这个校长王海峰进行那么一个推赏行为 最后啊,甚至动手打了这个校长王海峰 你说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作为普通人啊 怎么可能随便忍受呢 虽然这个法律规定啊,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不能还手 你自己呢,就等着在那里报个110 最后等那个警察叔叔来解决 你说这样的事情啊,书上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你说谁这么傻呢 那要是警察来慢了,那别人岂不是把我都打成肉饼了 由于这个罪汉彭建峰啊,也是对这个校长啊 进行了数次推赏 以及呢,也有那么一个主动攻击行为 所以说最后这个校长啊,也是对着这个彭建峰 鼻梁长就是那么一拳 也就是这么一拳 最后让这个校长王海峰啊 在9月26日的时候 以这个故意伤害罪被正式刑据 你说这样的一件事情 简直是让人说啥好呢 这个事情难不难呢 不难 但是啊,这个认定怎么认定 这个呢,可就有学问了 第一,我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一种行为都还不算是这个正当防卫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又才算是正当防卫呢 如果别人对自己的速度攻击 自己都还不能还手 那么这天下的事情 岂不是坏人都是好事占尽啊 而好人呢,却处处遭殃了呢 校长王海峰的这么一拳 就把那个彭建峰的鼻子 最后打成了那个二级骨折 你说这一拳 如果说是正当防卫的话 那当然一切责任呢 就该这个彭建峰致富 而且呢,他自己那个罪驾闯入学校 这个责任还得另算 也是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讲啊 就说发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最后啊,居然很难被认定为是这个正当防卫 说到这儿啊,我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 很难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 难道这个别人被打 这个罪悍主动打别人 最后还认为双方是打架斗殴 这样子的行为就很好认定吗 第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想啊 什么事情总会有一个来龙去脉吧 罪悍彭建峰自己喝酒以后 驾车闯入小学以内 校园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无关闲杂人等 肯定是不能你说进来就进来 你如果是相关合法进入啊 你在这个门卫处进行那么一个正规登记 最后呢,才进入这个校园 当然了,这个是允许的 结果你是罪驾不听劝阻的这样闯入啊 而且对这个周围的小学生还横加折烂 大家辱骂的 你说这样子的情况 作为一个学校的校长 看到你辱骂学生 甚至对自己也有那么一个攻击行为 作为一个纯爷们 只要你是一个雄性动物 我觉得作为这样子的行为 谁能忍受呢 考虑那个法律条文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那个情况的合理性啊 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那个事情的情理啊 第三,这个罪汉彭建峰啊 也是根据相关部门调取资料进行显示 这个人呢,居然有两套户籍系统 你说这个邪门不邪门呢 而且这个彭建峰啊 以前在学校里也是有那个打骂老师 辱骂老师们 甚至在社会上有那种敲诈勒索的这样的前科 你说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不需要综合所有的事件 最后来做这么一个认定吗 第四啊,也是在6月21日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当地这个马王镇很多普通村民 以及这个学生家长 很多呢,还自动来发起了那么一个请愿书 大家呢,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后盖上自己的手印 最后这些村民自发弄了那么一个超过100人以上的这么一个联名 就说希望上级相关部门呢 不要追这个校长王海峰的这么一个责任 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算在当地啊,宣起了那么一个轩然大波了 而且呢,也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反响 可是最后结果如何呢 最后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说啊 积极促成两方呢,进行协商 说句实在话啊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说辞以后啊 其实在我脑子里呢,只有两个字 套话 我们也是真心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啊 能够去尾存真 最后呢,能够好和妥善的处理这一切 让好人不再难做 让做了好事的人呢,不再寒心 好的,朋友们 关于这样的事情啊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呢,留言讨论 喜欢二面的,请帮我点点关注 请帮我长按点赞三秒 来一包超级赞啊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